相信我们宣哥在岛上简直是琢琢的归类岛主 就是说自从宣哥当上岛主之后 这孩子手中是一点实权都没有啊 简直把归类岛主这个词演绎得栩栩无伸的 说实话我也是同一次见 岛主还要亲自给岛门摇吊床的 孩子你这岛主当着多少有些憋气啊 无论他这个岛主说了些什么 都会被他的岛门否定了去 甚至在岛上进食时岛主还是身先是毒 岛主是完没问题后岛员才开始使用 没事的哦 对岛主觉得没事 就比如他说让蔡国庆老师 改掉早睡早起的习干 直接被蔡国庆老师返国 不是我是昏君啊 改成晚睡晚起来 改不过来了 你要这么改的话你就要哥的命 这孩子这岛主当着可以说是 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连他自己手中象征的拐杖都保不住 差点唯一的一根权杖 就要被马加吉拿去当烧火棍了 不行这是我的权杖 要把我这个烧了 甚至他当上岛主的第一件事 就是被大家当成岛上有秘密身份的人 更是被队友们不断的补当 谁完成了 没有 本人的导主 不是 所以今天早上自己先洗床手 不是我 笑死这孩子不就是妥妥的一个孔雷导主吗